美國總統拜登宣布 美軍下個月底結束在阿富汗的軍事任務 被原定計劃組 他表明反對延長美軍是當地的行動 他説特尼班近日勢力擴大 美軍繼續留守不是解決方法 只會無限期地延長駐守 更應該撤軍 美軍擊拾拉登 瓦解阿爾蓋達組織之後 已經完成任務 當初到阿富汗不是要建設國家 阿富汗前途應該由當地人民決定 他相信阿富汗軍隊的能力 塔利班掌管阿富汗不一定成真